大家好,这两天看了王志安王菊拍案报道杭州纵火案的真相,还是挺受冲击的。 他报道了几个之前官方没有报道的事实,比如说消防员去的时候没有带户型图, 然后也没有带了破门锤,消防锤,耽误了大量时间,甚至不知道里面还有人没有过火的房间, 就是搜救不及时,也许如果消防员搜救及时的话,可能母亲和三个孩子还有救吧, 这个的确是非常遗憾的,至少是不专业,据说这个消防局距离居民小区还蛮近的, 如果他们及时救助了的话,可能还有救,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就是说, 如果是气到烧伤,就说虽然没有过火,但是由于吸入大量有害气体的话, 那么也是会在瞬间丧命的,这个可惜这个母亲她是蛮有勇气的, 因为我们看户型图和一些报道,她是从自己的卧室在大火中冲到孩子们的房间, 然后又到了那个女儿的房间,带着三个孩子一起避难, 不过我觉得她可能没有接受过很多这种防灾的训练, 如果她能打湿一些毛巾,用毛巾给自己和孩子捂住口鼻, 可能还会有一些救助吧, 后续当时官方报道不是说,其实从那个女孩窗户跳过去到保姆房间, 保姆电梯那边就可以逃生了, 我觉得还比较遗憾的是, 他们当时应该逃到男孩子的房间, 因为看户型图男孩子的房间, 那边是冲到外面,应该有那种大的落地窗, 其实当时到男孩子的房间把落地窗打碎了的话, 可能会有救, 可能他们不知道这个火没有过来, 关着门, 紧视烟就能瞬间死亡, 这个常识没有, 其实真是很遗憾, 因为那边没有过火, 当时如果能有空气流通, 可能会好一些, 其实在前几年, 日本京都有过一次这个Kyoani, 就是京都Anime, 一个做动画公司的这个公司, 他们是一个小三楼吧, 然后有一个, 也就是说脑子不太正常的人, 去带着一桶汽油, 然后就放火, 这个全都是瞬间, 据说是他在一楼玄关, 然后突然就把这个汽油泼开点火, 那么一瞬间就是黑烟就都跑到楼上去了, 这个时候你就要拼命的逃生, 很多员工就从窗户跳下去了, 就是保命, 有一个员工他就是收拾了一下皮包, 这个拿包的瞬间, 然后就死亡了, 王菊说如果有五分钟, 十分钟可能有救, 这个也是一个善良的猜想, 实际上如果这种叫气道灼伤, 这个是瞬间死亡的, 比这个身上过火, 一级烧伤, 二级烧伤, 如果气道没有烧伤的话, 还能到医院坚持一阵, 按日本说, 这种比如说在楼房逃生, 跳楼能保命的极限是四楼, 一般从四楼跳下去, 也许摔个半残不会死, 四楼以上再往下跳就有生命危险了, 然后日本这边因为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, 经常做一些防灾训练, 他们就是讲如果有大型火灾的时候, 应该蹲下来匍匐前进, 并用湿毛巾捂住你的口鼻, 千万不能让口鼻灼伤, 然后王菊还只讲到这个事件以后呢, 中国的消防员就不属于部队了, 也没有一个退役什么的, 属于公务员, 这样他们可以一直干积累经验, 我觉得这个改革还是蛮好的, 在日本这边, 消防员就属于地方公务员, 虽然有一些危险, 但是它是一个专业性的工作, 而且年收很高, 日本的消防员平均年收是718万, 这个远远高于日本一般普通公司的年收, 日本普通公司年收一般是490多万, 然后比较高的公司也是500多万, 所以消防员这个平均718万的年收还是相当高的, 而且日本这个消防员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救急救灾救助, 救助就是说这个我们国内120救护车的这个功能, 也是由消防员去进行的, 所以消防员在日本不仅要会救火, 还要会简单的, 比如说心脏按压, 人工呼吸, 包扎这些医疗的救助, 他们也要会, 然后这个救灾, 当然也是他们主要的任务, 因为日本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, 那么地震这个山洪洪水泥石流火山爆发是经常发生的, 在发生灾难的时候, 自卫队当然要去现场去救助, 那么消防员也是非常重要的救助力量, 他们应该是非常专业的, 比如说前几年在天津开发区那边, 有化学仓库爆炸, 那么很多消防员不专业, 像化学医药库直接喷水, 那么引起二次爆炸, 二次灾害, 很多消防员也无谓的牺牲, 这个就是完全没有知识, 不专业的一种表现, 可能咱们以前的消防员, 就是说有把子立起, 然后勇敢,不怕死, 能往火里冲就可以了, 这个专业的知识没有更多的学习, 在日本你要成为消防员, 高中毕业是可以的, 但是你要去考试, 他这个考试, 一个是笔试, 还有一个面试, 一有面试就知道也非常要考察, 这个消防员的精神面貌等, 那么你考试合格了的话, 也不能马上工作, 他们要进这个消防学校, 去各学习各种专业知识, 实习演习等, 才能正式的工作, 还有在日本, 一般这个灾害是以救人, 人命关天, 人命为主, 你比如说, 如果在工厂的车间啊, 或者生产现场, 那么有一些气体遗漏, 或者是气体爆炸这种事件, 他们的安全教育的法则, 就是说人要快跑, 不是说像国内讲, 哎呀, 舍身为这个公共财物, 要往里面冲, 日本这个如果这样做, 这是一个错误的做法, 哪怕比如说什么煤气, 这个泄露了, 有的你要去拧这个闸门, 给它关上这种动作, 在日本的安全教育里也不需要, 如果你觉得它是煤气已经泄漏, 爆炸着火, 你要赶快逃命, 普通人不要去这个关闸门, 直到马上逃命, 然后报警, 让这个消防员过来救, 消防员救也是以人命为主, 也不是说牺牲消防员的生命, 往里面冲, 一般是比如说, 如果这个楼里车间厂房里, 还有人的话, 那么他们会发扬人道主义精神, 舍身去救人, 但如果仅仅是财物的话, 那么消防员去救助, 消防员本身也有生命危险的话, 那么他们就采取, 不去救, 而是等这个火, 慢慢的自然的消灭, 所以经常看到在日本一些公司仓库厂房, 一旦着火, 他们就让他着, 当然在附近要做好这个防备, 以防他再烧到这个火烧连营, 把周围的民房啊, 商店烧, 周围会做好这个防护措施, 同时呢积极的救火, 但是是要以人命为主的, 所以一般在郊外农村, 这个工厂, 它如果烧的话, 就一直就烧完为止, 像山火也是, 并不是说不救, 其实我觉得澳大利亚也是, 有的时候一烧烧好几天了, 半个月什么的, 我觉得并不是不救, 我记得以前咱们还有小英雄啊什么的, 往里面冲什么的, 我觉得在这种发达国家, 你当然用很多的所有的设备, 技术你去销火, 但是如果不能销的话, 那也只能就是让他自然的去扑灭, 是这么一个道理, 好的, 今天就讲到这里, 如果你对我的频道感兴趣, 请点赞评论并加关注, 谢谢。